来到一年一度的世界神明年营会 今年是第一次参加的嘉义东石乡港口宫 由中华传统宗教总会特地前往送上佛祖旗 而佛陀经济广方面也准备就绪了 尤其在防疫方面更是小心谨慎 嘉义奔港口港口宫自清朝康熙年间 就从大陆梅州来台至今三百多年 从庙宇建筑可以看出历史的痕迹 即使嘉义东石乡地处偏远 仍兴许多信众到此拜马祖香火鼎盛 我们刚好恭喜嘉义官东石乡 历史是空虎23年 学官1680年到今年都总有三百三十六年 所以台湾来我们这次分领的 都总有三四千经 今年去参加我们2020的新明年营会 第一次就参加 奔港口港口宫今年第一次参加 世界神明年营会 中华传统宗教总会特别前往送上佛祖旗 并确认当天的接待事宜 另一边佛馆各项准备工作也已经就绪要迎接各地神明前来 慈容法师关心各接待细节 尤其新冠肺炎疫情至今未歇 防疫不能疏忽 祈愿透过神明连移 为世界消灾解恶 人间卫视五庸曲 嘉宜高雄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